大家好,今天没事来我们的基地看一下 从这边到里面都被我们承包下来了 里面大大小小有四个鱼塘 现在去看一下 我在甘肃待两个多月了 我也没看过,今天来看一下 最下面有个小鱼塘 这个鱼塘没多大 可以养一点鱼 既然有着鱼塘,我们会在里面养点鱼 不然浪费了,多少可以卖点鱼,费点钱 去上面看一下 这个小鱼塘上面呢,还有一个大鱼塘 这个鱼塘是最大的,应该有三四亩吧 最大的 我在甘肃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堂哥他们弄好的 我啥码也没帮上 那鱼他们已经抓完了,卖掉了 然后上面那鱼塘,他们说好像还有点鱼 看一看 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 这边荒地,我们可能会种草 我堂哥他们已经要挖地,把那沟已经挖好了 那边还有鱼塘去看一下 这个大鱼塘上面,是一个比较小的鱼塘 这个鱼塘应该有一点猛吧 这个提拔还没堆好,我们这边天天下雨 天气好的时候,鱼塘干了,提拔要修一下 在上面看一下,上面剩下最后的鱼塘了 剩下的就是把荒地搁出来,把草给供上 这里边有一个烧木炭的窑 这烧的木炭 哦 那是烧的木炭 不过这些木炭应该是没用的 没烧到位的 还是柴 那里还有四只鹅 这土还没弄好 天气好了,全部整一下 把这个柴水都已经挖好了 在这边荒地,我们都会弄出来,弄点草 这是最后一个鱼塘了 这个鱼塘有点小 里面还有点鱼 他们在放水,下午准备把里面的鱼给抓了,清了 然后把所有鱼塘都消变足 然后放鱼苗 然后里面里面就到头了 整个一块这么地方 应该有几十某地吧 他们说大概有三十多某吧 三十多某地有四个鱼塘 如果和雅典一样 额外的增加一点收入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全景 到里面里面就到头了 上面的第一个鱼塘 然后一直到下面下面 本来想带大家去看一看牛棚的 然后今天有个泥瓦工在干湖啊 我就先不去了 没人的时候我再过去看一下 我先回去吃饭 下午他们会在这边抓鱼 我下午再过来看一下 然后再加上面 我先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我先给大家看 好